这么多年来,每逢讨论娱乐圈最佳嫂子,刘德华的老婆朱丽倩,总是可以拥有姓名。 为什么?因为朱丽倩超会忍,明明19岁就开始和刘德华谈恋爱,居然能一个字都不线路,隐生生到了二十几年,等刘天王从小先肉磨成实力派,才把两人的关系公开,能忍,就能获得天王的爱。 不,朱丽倩还自信又漂亮,17岁开始,她就跟着姐姐四处参加选美,还拿下过马来西亚新潮小姐季军兼青春小姐,后来还做了一小段时间平面模特。 33岁的她素颜被港媒拍到时长这样,在素人里边,算相当可以了。 当然,世人对朱丽倩的佩服,还因为她有家事背景加持,传说中,她是个白富美。 朱丽倩在选美时自我介绍说,我们家是开海鲜酒楼的,因此,我对做饭很有兴趣,经常自己下厨。 随后,就有各种各样的爆料,哟,说朱丽倩的爸爸叫朱金城,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房地产商,还经营着多家连锁海鲜酒楼。 但也有说,她爸爸其实只是在吉隆坡经营夏日神料相处店,没有那么大富大贵。 朱丽倩家确实有人是超级大富豪,只不过不是她爸爸,而是她的舅舅陈志远。 陈志远是马来西亚十大富豪之一,也是马来西亚尼达企业之一成功集团的总裁。 2020年福布斯马来西亚武士大富豪榜里,她盘二十三,身家七点五亿美元。 她的发家故事特别传奇。 十六岁的时候,她还因为家境拮据,只能辍学去银行当书记员,后来开始做保险代理。 直到二十一岁时,她在时代周刊看了一篇讲述麦当劳款餐银锁店的报道。 于是就出声牛犊不怕虎,写信给麦当劳总部,申请麦当劳在马来西亚的经营权。 不过,麦当劳才没有写工作却理财这个,不知道哪冒出来的小子。 但陈志远是个狠人啊。 从那之后,她的申请线就没有断过。 七年写了几百封,情人一切,在铁石心肠都要被打动。 所以1980年,麦当劳想把版图扩张到马来西亚时,第一个就想起陈志远。 然后,她就拿下了马来西亚麦当劳的特使经营权,占股百分之五十一,挖到人生第一桶金。 从那之后,陈志远的财富就一路开挂。 马来西亚的七十一,星巴克,以及众多的度假酒店,客户中心等等,都是她旗下产业。 博彩业,股市经济,制造业,贸易,公用设施,保险业,电讯技术及电信业,基本上所有行业,她都投资。 迄今为止,成功集团至少拥有150家子公司,其中13家子公司,分别在马来西亚,英国,新加坡,加拿大,美国,菲律宾,中国相抗上市。 可以说,马来西亚人在衣食住行上花的钱,多少都会流入晨聚远门中。 不过,这个超级大富豪在2011年,向印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号召,决定在幼生之年捐出半数生家来做慈善。 虽然长着一张反派的脸,我会留下足够的资产将孩子们过安逸生活,但却不至于坐享其成。 她可是有五个老婆十一个儿女的人,和赌王友的一拼,敢做出这种事的陈志远,当然是因为孩子本身也很有料。 大女儿陈雪玲,长得那叫一个好看。 大女儿陈雪玲,长得那叫一个好看。 大女儿陈雪玲,长得那叫一个好看。